在一场激烈的对局中 丁俊辉惊人地打出了13杆斯诺克 每一杆都令人震撼不已 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他的防守水平也达到了巅峰 赢得了防守大师的美务 一战风神 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这一令人震撼的经典场面发生在2015年中国公开赛 丁俊辉与加里维尔逊对决 此时双方大比分平局5比5 进入决胜局 眼下丁俊辉已经落后51分 台面上只剩下35分 被超16分 然而丁俊辉并未气馁 他在主场展现出绝佳的防守技巧 试图密转比赛 加里维尔逊的防守极为艰巨 连续两次化解了丁俊辉的斯诺克 牢牢守住超分优势 毫不留给丁俊辉逆袭的机会 丁俊辉毫不灰心 继继续发起了第三波斯诺克攻势 不断给对手施加压力 绝不退缩 尽管威尔逊这杆白球险些滑进队 但最终他还是顺利解围 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丁俊辉则已一杆精准控球 把白球藏匿在黑球下方 连续展开的第四轮攻势 也是这局最出色的一把 现在让我们看看对手是否能够顺利解围 然而威尔逊这一局的状态真是强大爆炸 两裤顺利解围 轻松地化解了这次危机 曾经 加里威尔逊只是一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但他内心一直怀揣着 对斯诺克运动的热爱和追求 为了追逐这个梦想 他毅然放下出租车司机的身份 踏上了成为职业选手的征程 最终 在今年的苏格兰公开赛上 他掌握了个人职业生涯的 首个排名赛冠军 开启了他非凡的传奇之旅 这一杆丁俊辉在防守上出现了失误 给对手露出了一杆远排的机会 情况非常危险啊 现在看威尔逊的准度如何 他选择轻轻推红球到带口 增加了丁俊辉做斯诺克的难度 看来对辉哥的防守也有所顾及 超过16分的分差 他也不敢贸然发起进攻 这场对决真是惊心动火 简直就是神仙打架 一个做的神不其神 一个解的出神入化 绝对是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的精彩表演 丁俊辉精妙地打走风球 白球顺势躲避到篮球下方 成功完成了一杆超级斯诺克 白球紧贴篮球 完全锁死了一步解球线路 难度之高可想而知 现在让我们拭目以待 威尔逊能否在这个困局中安然脱身 不出所料 白球与红球擦肩而不 未能成功解决 被罚了4分 终于 丁俊辉离逆转败出了第一步 丁俊辉在巅峰时期的防守水平绝对是世界前五 他对白球的驾驭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 思路犀利迅速 总能迅速找到最佳的防守策略 成功率非常高 这局连续做出的斯诺克更是彰显了他作为防守高手的非凡实力 丁俊辉这干又出现了失误 红球停在带口 再次给对手留下了机会 可惜不尽啊 估计威尔逊也被丁俊辉的防守弄得手足无措 再次错失了这个决定胜负的远排机会 丁俊辉以他那令人惊叹的球路掌控能力在球团声明确起 他对每颗球的驾驾驭要求严苛至极 精确度让人瞠目结舌 白球在他熟练的操控下展现出极致的流畅性和掌控力 绝对是球迷们心目中的控球大师 虽然是玷球下ально之后 ж结果玷球会发达宽 丁俊辉狂烘酒干 才追回了四分 无奈只能拿出了他的绝世记忆 这干他巧妙地打走红球 白球灵巧地钻入咖啡球和库边缝隙 完成了一干高质量的斯诺克 这无疑是至今最艰难的一干 我们拭目以待 是否能再次迫使对手受到罚分的威胁 威尔逊选择两步几球 但距离相差甚远 不仅被罚四分 还送上一杆自由球 这种局面意味着 丁俊辉或许能以一杆逆天斯诺克 追回被超分数 选择粉球作为自由球 毫不犹豫地打 还成功叫到了复位的粉球 只差一分而已 翻盘的曙光终于浮现 丁俊辉斗志更深 打走红球 白球狡猾地藏匿在黑球线 完成了这局比赛的第十一干斯诺克 请查看 请查看方式把参进 然而威尔逊并不想让胜利的果实从手中溜走 他成功一酷解放 并没有持续出现失误 丁俊辉仍然试图笑话 将白球藏于咖啡球的缝隙中 可红球的位置离得太近 威尔逊轻松解开了这弹 辉哥并没有灰心 他果断打出了这局比赛的第十三弹斯诺克 可见他在防守上的无敌造影 威尔逊的这杆解球同样惊喜 只是解到了红球的薄边 再差一点就再次失误 终于 辉哥又犯下了一个错误 第三次给对手露下了一干机会 再一再二 可惜没有再三再四 让我们拭目以待 威尔逊是否能抓住这次机会 果然 威尔逊远台打击 终结了这场漫长的防守大战 目前来看 台面上并没有太多的困难 估计丁俊辉已经没有上场的机会了 这一局比赛对于丁俊辉来说实在是太遗憾了 他轰出了史无前例的十三弹斯莫克 林立转只差一分的微小差距 然而 自己的疏忽给了威尔逊机会 他成功守住了局面 结束了这场惊险万分的防守大战 未经许个问题 谢谢大家